5月12号是南宁格尔的生日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是后视节 国际后视节 回顾这次疫情 到今天为止 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有多少人 栽进去了 完整的报告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除了统计数据 口径不一样以外 疫情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数字很大 大到十万人 都不为过 因为截止4月10号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有52个国家 上报了 医务工作者染病 仅仅西班牙一个国家 4月10号左右 差不多有两万五千名 医务工作者被确诊 意大利 一万 美国 九千二 现在已经五月份了 这个数据应该早就被突破了 包括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前期对疫情不是很重视 现在至少有三个医生 在抗议当局 防护工作 措施 用具 不得力的情况下 被确诊了以后 三个医生调论 那中国呢 中国我们看到西胖 在向护士致敬 致以节日的问候 然后中国的医学专家 在公布一些 惨痛的数据 疫情初期 因为防护措施不当 有三千多人被确诊 医务工作者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损失很大 然后全国支援武汉 四万两千个医务工作者 创造了零感染的奇迹 这个笑话有点冷 是吧 连钻石公主号上 医务史的 医务工作者 都被确诊了 那是在日本 中国的武汉 中国的湖北 竟然说 四万多个医务工作者 没有一个人被确诊 零感染 这个数据是怎么爆出来的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爆 我们也不知道 只能猜 是吧 那死在武汉的这些人 没有医务工作者吗 只有前期染病的这帮人吗 所以数据的造假 让人们 对已经逝去的 医务工作者的生命 不知道怎么样去追到他们 因为你要是零感染的话 这四万多人 去了武汉 去了湖北 死在那算怎么死在那 有一些我们知道 不是单位 因公派去的 甚至被追究了 非法行医 每到 这种节日 我们都会看到 中共的一些领导人 各地市的 也会参与祝贺 其实我们非常敬忠 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无论他们有没有防护 他们在这一刻 都没有过多的 想到自身的安全 即便他们在要求 有更多的防护用具 只是为了 不把自己变成一个传染源 因为如果说 医务工作者被确诊了以后 还在一线 不知不觉的 参与医务工作 其实他们就是一个 行走着的传染源 是不是 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 回顾 国内现在有很多回顾 回顾抗击疫情期间 搞得好像疫情 已经结束了一样 吉林的苏兰 现在正在被封闭 之前我们知道 中俄边境的水分河 广泽的山原里 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些 逐渐进行二次封闭的城市 今后只会越来越多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不能确信 中国支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 到底有多少人染病 仅仅一个宣传上的数据 就把死去的人 得病的人 都掩盖掉了 所以我确信 大家不要在这个日子里 空口的去祝贺什么 如果真有人死了 把他记下来 总会有一天 我们可以大明大白的敬礼他们 因为他们确实 为了中国的民众 在这一刻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的 他们站出来了 其实要再往前看一看 中国有一个 5月12号 国家减灾日 防灾减灾 这个节日从哪来呢 2008年的5月12号 我在从南京开车 去广州的路上 因为我的小女孩 刚刚出生没几个月 带她去看看她的舅舅 孩子的舅舅在广州工作 那么我带着一家老手 途经一个服务区的时候 我正在洗脸 突然感觉到地动山腰 很快我们就知道 汶川地震了 汶川地震死了多少人 其实你今天看到的统计数据 也不牢靠 是吧 据说正宗美岛的 就是所谓的黑社会流汉 捐赠的 其所希望小学 那其他的呢 连学校都倒了 许多人都知道 猪坚强 这头猪得以散终 最多你还知道 一个范宗美 范跑跑 在灾烂南宁的时候 他把所有人丢下来 他先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事后我们也知道 他跑到操场以后 也确实参与了 对已经集中在操场上的 这些学生的救助 疏散引导 有没有人知道 关于汶川地震 关于追究这个豆腐渣 是吧 豆腐渣工厂 把学校盖成威风 死于建筑灾害的 这些人 哪怕你知道一个 是吧 想谈作人 这些名字 都应该值得大家记住 我们知道有些时候 中国出现了很多天灾 这些天灾 有没有可能是人祸导致的呢 自从有了三峡 四川就 地震不断 自从四川开始搞 夜延气 夜延油 那地震就更多了 是吧 其实还有离石流 中国经常有这些 纪念 为了纪念 而设立的这些节日 可惜我们都太健忘了 我们认为 今年一个国际护士节 又正好赶到疫情 大家转发一些 祝贺的帖子 送朵花 就算了个心思了 像汶川这样的地震 死了这么多人 大家可能一转眼就忘了 为了追究这些豆腐渣 为了让死去的人 能对他们有一个交代 太多的人付出了自己的青春 为了搞清楚一点点事实 就被以煽动颠覆罪抓起来的人 根本就数不胜数 我们每当遇到一个纪念日的时候 其实不妨冷静地想一下 喜爱文学的人可能 认为5月12号 可以联想到李清造 每一个群体都很小众 你所热爱的文学家 你所热爱的影星 他死了 或者他出生 你会记住 涉及到全国的灾难型的日子 往往人们 很麻木地就把它淡忘掉了 之前有过这种例子 今后可能还会有 就如同人们 跟今年李文亮一样 他在去年的12月底 把武汉发生的疫情告诉了大家 一转眼 他终于被确诊了 他不再是一个造谣者了 很快他又死了 即便他死了 党没有安排他死 那么就必须得抢救 所以我们看到的死亡时机 非常蹊跷 是吧 当他死后 才能用得上呼吸机 心肺复苏 现在一帮外国人在纪念他 美国有参议员 众议员在提议 让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 他门口的这条街 要改名叫李文亮路 美国 国安会的这个 副主任 博明 在今年的5月4号 还专门用中文发言 要求大家传承 五四精神 把李文亮敢于说一点点真话 都当成一个样板 我们这个时代 其实非常可悲 敢说话 敢说一点点真话的人 特别少 每一个说话的人 哪怕他仅仅 说了一点点真话 都会有人在激愤他 说他说的不完全 不全面 比如说最新的是吧 关于宪法 是不是 涉及到人大 人大应不应该开 中共的宪法 是不是一部违宪法 我看到 每天都有人讨论这些事 但恰恰 人们总能忘得那些 给我们惨痛教训的事情 无论是温泉地震 还是这次疫情 过去的就过去了 还没有过去的呢 许多人开始总结了 其实现在我们应该知道 还没有到总结的那一天 如果按照西方科学界 正在探讨的一些新的动向 这次疫情 不会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容易结束 当然也有人把它 视同为一百年前 西班牙大流感 认为人类要灭绝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人们总会找到一种 治疗方法 只不过这个世界 再也与之前不一样了 所有的调整 是围绕着 半生于我们的 这个病毒 在大家还没有彻底的了解他 制服他之前 所有人 都是不安全的 好了 祝大家好运 如果有在 温餐地震中 死烂的家属 可以静静的 献一束花 点一束香 其实我们在纪念的 不仅仅是天灾 很多时候是人祸 我们只能把 心中的这种愤闷 藏在心底 但愿有能够大声 说出来的那一天 祝大家好运 再见